SOYANG 來到台灣 怎麼可以來野市逛逛呢? 當然! 我們現在身處在高雄的瑞峰夜市 現在來到瑞峰夜市的泰餃場 吃這個泰式餃子 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泰式本身沒有餃子的 你要知道是中式或北方才有餃子 試試裡面的餡料看我們有多泰式 10隻餃子都在這裡 有5個口味的我們先試試 首先我們說要試這個招牌 招牌?招牌的餃子 先去混合台式的餃子 因為現在來到台灣 這邊拼過來 證明它真的有很多肉汁 看到嗎? 我一枝肉汁都沒有 看到嗎?整個手都是 嘩這個戲劇效果 真的買10隻或100隻回來 我這樣玩得不錯 這個招牌 打拋豬 一點點辣 很輕微 很香的辣椒 我們知道現在一手都是 耳朵又來了 好!Ready! 我再試一試 是有汁的 是啊 很多 綠色是什麼? 這是青咖哩 有一點韓式的鹹的香味 好像在吃平時的泰式的青咖哩雞丸 青咖哩味 它實在是泰式的味道 但它是沒有那麼濃的 為什麼是? 黑色的說是不辣的 欸!欸!欸! 應該好吃吧?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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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你要噴多少次? 吃幾隻餃子原來都 裡面都是黑色的 五顆 咖哩 是日本咖哩的甜甜的咖哩 不知道為什麼我吃到這隻黃色 它是 它有酸的味道 在裡面 但有椰香 它是不是紅色加黃色 已經混合了 我吃完這個紅色 紅色這個是酸辣的 哇! 好危險 這個酸辣辣蠻開胃 但它很香的是什麼味道? 是用芭蕉 但這隻黃色的酸辣吃起來其實不太會那種酸辣的 好像麻辣那種 麻酸那種 麻酸那種 但不辣的 就是阿麻和阿酸那種關係 對啦 即是鹹袋 這個鏡子 麻辣了 皮皮其實厚了一點點的 但是裡面的泰式餡料 我覺得整體上都可以的 好大的魷魚啊 這個就是剛剛有台灣朋友介紹的 他說是吃過他覺得最好吃的魷魚 我們看看大部分 為什麼要做什麼 好啦 你去剪啦 再玩有沒有吃 撲下 經過這個師傅手起刀囊 很快就把那一隻超級大隻的魷魚芝解了 我想應該不會太難吃了 因為它是現場即炸的 然後再加一些味粉上去 是啊 很香很脆的 我們玩了這麼久 還是很熱 是啊 我們選了一個有點辣的口味 挺開胃 對啊都OK的 好像薯片一樣 是脆脆的 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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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在地人推介的 不錯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 可以吃吧 或者大家有什麼是 睡風夜市一定要吃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是啊在下面 我們下次就來試一下你們的推介 好嗎? 好 我已經是被列入限定商品了 你就知道是搶手貨 都沒有人要 對 證明這個貨是多糟糕 不是嗎? 原來在下面的照片是真的超漂亮 超超漂亮的 哈哈